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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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有辦法去親自見到她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 跟她更近了 你好 歡迎收看新聞面對面 我是謝忠 來一開始為您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主要有朋友訂閱 康社會推薦的立法委林俊憲 大家好 知识媒体员李公南 黄创夏 知识媒体员陈东豪 热水边问题邀请到的 台北市员李明贤 知识媒体员邵玉芙 郑学教授范士平老师 昨天对国内 所有的民众来讲的话 可能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心碎 但当然你如果要是 不支持柯文哲的人 但有很多人会讲说 对你看过程当中 从十年以前到十年以后 中间一个人设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今天讲 当柯文哲主席被击压禁件的时候 这是一个证据保全的一个方式 不代表他有罪 因为这个案子连起诉都还没有 只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于对照柯文哲来讲的话 十年前十年后 尤其当有人把资料刷书出来 十年前的九月五号 跟十年后的九月五号 一天是登记台北市长 另外一天是收押禁件 你知道那个落差吗 当然一开始还是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在国际社会 在很多的国际媒体 那也都在报载 像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柯文哲主席被刷到禁件 尤其这个画面 再让你看一下 好那你看到这过程当中 对那个画面很多人看到不声唏嘘 那当然我也讲说不管是白银的人心罪 或是蓝绿阵营的人 尤其大家不用一定要存在 哀经乎习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对所有的政治人物 尤其创讲 你今天看到说像柯文哲 收押禁件 不管你说当然是无罪推定 可是光这个画面 跟十年之中的起起落落 就让人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是我有个朋友啦 高中的朋友 看到他被收押禁件的时候 就跟我写了眼见他平地起 眼见他见高楼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我就说 你就讲你的真心话吧 他就说我虽然不胜虚虚 但是觉得好像天道自有明明之处 自有定数 那这定数在哪里呢 他在2014年9月5号 然后正式参选台北市长 人生开始像直升级一样的标 但是台湾其实也很少有一个政治人物 这么快速 然后通常就前面有很多累积 或怎么样 这么快速冲上来 但是也很少有个政治人物 就在十年的整整 刚好满十年 2020年9月5号 是有看到那个画面 然后这个画面呢 所以网路上呢 就是本来要迈向九五之墩 但现在变成九五之墩 差一个竹字就差很多了 那当然了 我是没有经过看索索了 可能东豪比较清楚 我没有采访过 我们有安排参观 我不晓得看索索里面 有没有监视器 有 所以他昨天是可以站在那边 一直看着监视器 看着赖心的 所以可是你会有可能柯文哲 就是因为 昨天的重新的裁定里面 当然我们其实大概 昨天很多人也解说 这个裁定 第一个就是法官不管怎样 就是徒利罪这件事情 他先定了徒利 徒利而且用的是 这个好像不是裁决书的哦 这是判决文哲的用词 就代表着徒利罪这件事情 显然至少昨天法官看到了机证 他是认定这个徒利 可是你会看到关键是第二条 第二条里面就是说 其实行贿罪 目前的在接鞋擠下来的话 可能是重点在那个白色蜘蛛网 就是那里面的白色蜘蛛网 到底是那个利益的纠葛还是命运的作弄 白色蜘蛛网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这个白色蜘蛛网 可能会让他的罪行更重 如果收贿罪真的在后面的话 真的确立的话 那大概就是十年以上到 不知道何年何月了 那当然了 因为他那个图利两百多亿 所以呢 聚保是不可能的 然后监控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把关起来 所以柯文哲目前至少看起来 现在虽然律师可能会提抗告 早上也去律箭了嘛 抗告人们有效 我问了很多时 我想你也在这边都知道 这被羈押要抗告 几率很低 对很低 所以柯文哲至少 可能就是要待到至少两个月嘛 然后当然这个两个月里面 今天呢 你会看到的是佩琪 就去看了这个 总是要去看看丈夫嘛 但是没想到他这次 重道的是连亲友都不能会见 所以只能要去送东西 或怎么样 要透过律师带进去 应该讲 因为既他禁见 亲友一定不能见 但没有想到连送东西 因为他是全部禁见嘛 所以连送东西 所以陈佩琪今天媒体上讲说 有送包括什么 台湾四百人署 然后那个台湾的民主运动史 那你当然可以看到说 现在他们整个 当然要去塑造说 他是一个政治受害者 他是一个政治受难者 是他妹妹讲的民主劣势 想要去往这个方向去 可是呢 昨天这个情境 因为呢 也有人讲说 先前可能是有这个剧本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昨天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是中保 那中保之后有个剧本是说 他就拒绝交保 然后拒绝交保之后 被收 然后就这样子被收押 那这样被收押 至少许陈水扁嘛 然后大喊一声嘛 都没有嘛 所以有些时候 柯文哲还是真的像蛮乖的 就这样子就走进去了 但是你少了这个动作 而且昨天讲到这么重的时候 其实他要去创造 我是政治受难 这个机会都已经渺茫了 但是这个渺茫之下 所以他接下来 显然会很麻烦 那更麻烦是 民众党现在 如果是中间的第二条 这个所谓的白色蜘蛛 如果在选举过程中 包含是那些党部的公职 包含是那个八个立委 或后面排的 还在等那个不分区的顺位的人 有参与到 选举过程的人 恐怕都比较麻烦 而黄国昌 我们待会一定好好谈 黄国昌当时被签的第六条 不涉入党务 所以搞不好黄国昌 会是民众党接下来 最安全的一个 现在看起来的话 包括刚才讲说 因为陈佩琪今天 也到台北康处署 然后外面 然后包括要送一些 因为到那个地方 那个菜或什么 你真的可能吃不惯 那个地方 外面有一些炒热炒的 或什么这些 那包括有菜 有所有这些 陈佩琪去 那媒体你可以想象 一定堵在那个地方 黄山陪着陈佩琪去 包括要送书 所有这些 陈佩琪其实面对媒体 显然知道 你们大家一定会 要堵着问我这些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讲一些 心流的一些东西 他也讲了一些 相关的内容 让你听一下 来 虽然没有办法去亲自见到他 但是我觉得我来这边 我觉得我自己的心 跟他更近了 我想请 检调去把我的 存题的记录 去做correlation 不要把我的 存款的记录 跟我先生市政的行程 绑在一起 我的存题记录 跟他的市政的行程 不是有便当会 我才去存 不是什么东西 我才去存 我不知道他的市政的行程 有哪些 昨天突然有人传送了一个信息给我 说那个4300万的 近南大楼的商办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说那一对屋主兄弟是 是跟什么都有关 那个兄弟是签约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看到 那是一个70到75岁的一个兄弟 我不晓得他们的身份 我只负责跟他们签约而已 这样子 所以请问大家不要再把 那个乙儿传额那种 不实的一个资讯 污蔑在我们身上 那4300万的金流 从我们账户出去的 我有网银可以拿到的 我已经有提供了 那其他当然没有网银 没有办法拿到的 我最近这几天 我会去银堂去申请 那个交易明细的资料 好那显然陈美琪也针对 那检调包括尤其在法院 裁定的一些的相关一些的内容 也做出了相关一些的回应 OK那除了这个回应以外 你如果真的看的话 对创夏刚刚一开始讲 你看到柯文哲在这十年里面 你光讲说国内政治人物很少看到 因为现场所有的来宾 除了从政资历生 包括在媒体上面 然后资深媒体人这么多 连活化石都出现了 你就知道说看着政治人物这些 我记得柯文哲 说2014年日照的参选 你说915号登记 他的身世爬起之快 那时候是坐藩老师的位置 藩老师那个位置 对 这个位置不太举例子 是这个位置可以爬很快 你那个位置有一个人 现在被提名当司法院副院长 所以这个几位 但是柯文哲坐在对面的时候 我也多次参与 在这边嘛对不对 咨询他 因为我就讲 你看我从1996年 民国85年开始主持政论节目 你很少看到一个政治人物 累积能量之快 那真的像坐直升机一样 然后第一次坐那 然后接下来 我忘了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坐在 大家都知道我面对面有一个位置是只有 大概六都市长级以上才会坐那个位置 然后党主席包括总统参选的 对他大概就已经坐在那里 坐沙发了 然后接下来就当选了 但是你看到接下来 尤其在这过程当中2014年的时候 柯文哲直接讲过 从2014年他当选开始 贪污跟官商勾结 从此在台北市政府会消失不见 但是很遗憾的是虽然叫无罪推定 但是他被积压禁件的 是因为跟财团之间的一些关系 你把这些前后之间你会觉得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好那现在光从他被收压禁件 接下来的动作都好 抗告一定要走吧 是 一定要走 其实一般律师应该是这样 就算昨天晚上熬夜 当然你说裁定书可能还没拿到 要不然的话 能够尽快抗告 一定尽快抗告 当事人在里面待一天 大概都跟觉得度日如年 因为第一天晚上一定没办法睡 那为什么要尽快抗告呢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 把当事人早点救出来 可是对柯文的律师讲 会有几个困难 我们先看一下 接下来的 9月2号第一次家庭 吴宝请回 这是快乐的48小时 9月4号发挥跟财 9月5号收压禁件 那现在律师人做一件事情就是抗告 抗告他会遇到一个困难 因为他限制月券 所以他的笔记本应该又回去了 那所以他没有 他只剩下自己的记忆 只能靠记忆要写抗告书 非常困难 那再过来等 等抗告书如果 法官 比如说今天写好了 财经书 然后这个收到了 他才有办法根据 家庭的财经书 再去写抗告 而且财经书下来 你还要去律见 是 因为不是 你毕竟不是当事人嘛 一定有一些是 这段怎么那时候没有讨论到 或是这段过程怎么会这样 你还要去律见 然后再问当事人说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柯文哲作为当事人 其实我们有一个看法就是 柯文哲有时候会记忆反复 所以这个对律师来讲 考验也很大 所以你的记忆力真的要非常好 所以柯文哲律师要马上提出抗告 我觉得可能要等再过两天 也许要到下礼 下礼拜一是不是来得及都不晓得 柯文哲律师要马上提出抗告 我觉得可能要等再过两天 也许要到下礼 下礼拜一是不是来得及都不晓得 可是这个程序队上走了 不管怎么讲 在抗告成功之前 就两个月 抗告更难的是 因为这一次他这个法官 其实对于两边简便双方 还是有一个做限制 主要是限制了检察官提出示证的范围 这个也很少见 这个我印象中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台北地方法院 其他地方不知道 跑事外快差不多30 30年 我第一次听到 在鸡押亭或侦查 鸡押亭的时候 限制检察官的提示证据的范围 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的 市政举证的东西 其实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但是出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这里面最麻烦的就是说 有关于第一次没有出现 我们现在看到了 可能有湮灭证据的 柯文哲手机的那个 应该是LINE群组 因为 你说的是那天上个礼拜五 就第一次搜索 搜索搜索搜索 因为那天我记得 那天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大家在录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天就问大家说 请问一下 以柯文哲的 对以柯文哲他的生活习惯 那时候他应该已经书籍完毕 是 他不是七点半就要嗡嗡去开会 对 所以他应该是已经书籍完毕 那他不开门 而且以他的坦当 他是不是讲说早点来传我 对啊 那就你暗门铃 我就叫你进来啊 你搜啊 或什么 可是没有 我就想问他 其实那段时间到底在干什么 那段时间 现在看起来可能在散手机 可能在散手机 那你如果散手机群组 你只要一被复原 这个会马上让法官 产生一个新证 你是不是在湮灭证据 这是最不聪明的一件事情 其实柯文哲 不这样讲有点那个 最好就是手机换一个门口 可是手机换一个门口也没有用 有人又把去年他去美国 掉手机 他不是掉手机 有人把这件事也拉进来想说 为什么会掉手机 会不会也跟里面 有人在做这样一些轩车了 对啊 那为什么讲说 可能换手机没有用 因为柯文哲习惯 用跟他过去的幕僚 很多跟现在在讲柯文哲故事的人 手机里面都还保存了 当时柯文哲跟他们LINE的对话 柯文哲没有删 LINE对话的习惯 他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所以这个会先天上对他不利 可是对律师最难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删了手机对话 如果你删的对象又是被告 被告或者 因为第二次居家庭里面有一个用词 叫潜在被告 潜在共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律师要怎么抗告 抗告在高院的时候会很辛苦 好不管怎么讲 可能程序会继续走 不过对财博企有一个提醒 善意的提醒 去监索比如说水果这件事情 一定要打碎 比如说你送西瓜 不能送一颗西瓜进去 要打碎 要打碎 他不会让你打成西瓜汁进去 也不会让你送一颗西瓜进去 为什么 过去曾经有发生 腌毒犯 把安非他命尝在水果里 橘子 一定要 最好不要送橘子 因为橘子剥皮 他要查 很讨厌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 看守所里面 他门口 门口 在那边登记 登记会客的时候 里面就有 很完整的一套菜 或者水果 或者水 那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 以前还发生过一个事情 送 这个很久 稍微早一点 送烧酒鸡进去 结果那个是酒味比鸡多 就是他喝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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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 因为这件事 我讲的稍微 因为有管理员出事 有管理员出事 所以千万不要送这一类 然后有骨头东西 绝对不要 当然不能有骨头 不要有皮 水果一定要切碎剁碎 你知道吗 然后他不是 不是用什么盒子装着 就是一个塑胶袋而已 你想想看 当事人拿到一个塑胶袋 里面是破烂碎碎的水果 我想那个食欲也不好 所以你不如买看守所里面的 放钱是最简单的 那剩下就靠律师 不过因为他律师 我觉得有一句话 让我觉得 可能自己信心都不够 尽力了 如果律师觉得 我虽然家庭输掉 但是 我的抗告还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用 尽力了 所以看起来的迹象 对柯文哲来讲 你必须要尽快 习惯在看守所里面的生活 OK 当然其实你看到这些 尤其在 好了看守所里面 尤其像这样的天气 他不会有冷气 OK 那天气一定热 然后你也不会有说 想要洗热水澡 或什么这些 那这些 所有的人碰到 都是这样一些的状况 刚讲说那手机 我也不懂 因为手机掉 手机掉里面的资料 里面资料不见得会掉啊 你手机掉的话 一样有可能从云栓 你会抓得出来 那那天真的有在做 包括媒体上报导说 是不是有三LINE的一些讯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就会产生 是不是有灭证 顺货勾串的一些的简易 刚刚东豪所讲的那些 东西不能送 这个不能送 那个不能送 是因为以前发生过 很多一些的状况 有很多人对于 包括讲说 那个像候审市 或很多一些地方 像征讯 或候审市那里头 为什么那个设备是这个样子 太不人道 或什么什么都没有 因为从头到尾 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 他要避免有人在里面 因为觉得 心情太没有办法转折出来 他担心会有轻生一些状况 所以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连在 其实调查局的 征讯室那个里头 你去看 他里面有 一个征讯室 他里面有厕所 但是不管什么地方 全部都是那种 很厚的那种 像类似泡棉型的那种 软店 就是软店 他全部都铺的 怕去撞墙 他连那个撞墙 他都考虑到了 全部几乎都是 那个样子的状况 然后包括 刚刚斗浩讲的 这种东西 还有一种最常出现的是 送钱 因为你一定要把 让他进去买一些 相关的一些东西嘛 但是各位知道 说他今天送钱 家属没有办法送钱 要透过律师 把钱也是透过 那个北索 然后也是透过 他们这样转进去 因为我们曾经有过 有过那个年轻的 那个菜脑律师 其实被我痛骂过 就是去开庭 然后开庭出来以后 然后还押嘛 还押当事人的家属 然后就拜托 说 就拜托说 是不是能够让他 拿一点钱啊 或什么什么这些 然后因为那个案子 是我们几个事务所 大家并办嘛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事务所律师 然后那个菜脑律师 就把钱 直接 还押的时候 就直接拿给他 被我痛骂 我讲说 你知道你这个动作 你会被惩戒吗 你知不知道 他不能够 用这样一些方式 家属再怎么跟你讲 你都不能这样送 你有方式可以送 不是 就是你自己 要去律师 然后顺便办 那个手续 你如果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知道 因为法警也吓到 你知道吗 法警也吓到 大家都吓到 所以有很多的那些事 你不知道一些的规矩 因为你万一在那个 那碟紙上 夹一张纸条怎么办 他担心的是这个嘛 所以陈佩奇的那本书很厚的 因为他是金装版硬皮的 他怕你硬皮里面夹东西 很多都是一般观众 你没有办法想象 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针对柯文哲主席 是因为以前发生过 很多的一些事情 但你如果从这个案子 那为什么十年前十天后 尤其这个案子 从一个所谓的无保请回 到第二次跟财的时候 积压境界 一夫 这件事情是包括 如果连民众党在昨天发声明的时候 也直接讲这一段啊 同样的一些市政 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能够说服了他们啊 要不然的话 像黄沙他们就讲说 接下来 那就全国开讲 我觉得 对同样的市政 但是不同的法官啊 是 所以他没办法接受啊 同样是法官 你们学的法律 有差这么多吗 学的法律 大概 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但是人的性格差很多啊 你看高院跟财的内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不知道的是很多 原来 朱雅虎被约谈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 吴宝回去好像没什么事 突然一看 被告 对 突然才发现 朱雅虎是被告 本来以为他是证人 对突然发现他是被告 然后也突然发现 原来朱雅虎跟易小微 有相关的对话记录 嗯 那你从这边看的话 呃 庚才 那另外一个 呃 接案的法官里面呢 轮子法官接案以后 他看到高院的那个东西 我要不要去把那些东西找出来 特别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 你高院都已经点到这个样子了 我要不要去看一下 那当然 呃 自由新政的范围 到底如何跟市政有啊 但是你从高院里面那一个 说原审啊 你没有就检察官完整的 呃 那个最最最最里面去做总统评估啊 没有完整 嗯 哎 我觉得那句话我们翻译成白话文 说 哎你到底全部看完了没有啊 你全部看完的话你不会做这样哎 所以从那一句话你到了 新的 法官里面轮子法官呂法官那在看的时候 那当然 他会去特别看的再仔细一点 高院讲的那几块那是很容易抓 我一定要看嘛 我一定要看嘛 尤其是高院那几段我一定要看的更仔细嘛 啊当然你在工房里面 呃 柯文娥当时我一定要看的更仔细嘛 五宝四回的理由 当然我们看到的新闻稿 跟真正的裁定的整个内容 还是会有差距嘛 嗯 那 你看完新闻稿跟那个差距里面 到最后 可以看得出来你检察官 策略上面是不是有改变 嗯 就是说我要不要跟你争执 收费独立金流那一块 我要不要跟你再继续争执这一块 打第四条那一块 嗯 我还是直接变更 我努力在第六条那一块 嗯 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裁定书 几乎是在 第六条那一块 先巩固土力这一块 对 土力那一块就巩固了 那土力 那 只能说一句话 那格文哲 你到处讲你不知道嘛 嗯 你出来 也说不知道嘛 那检察官一定要证明你知道嘛 嗯 嗯 只能说一句话 那格文哲 你到处讲你不知道嘛 嗯 你出来 也说不知道嘛 那检察官一定要证明你知道嘛 嗯 那要证明你知道 其实里面的卷宗里面一定翻嘛 嗯 嗯 第一个 呃 我们之前谈到 邵秀飞开了一个专案会议 然后后面金华城送案进来 8月19日送案被喊退嘛 开了一个专案会议嘛 然后10月26号就送上来了嘛 你又金华城就送上来 10月27号就上签嘛 柯文哲批工展嘛 嗯 那我们都看到的都以为批工展 只有那一份文 就突然发现凭工展总共有六份文 嗯 有六份文 一千六宝 嗯 对然后有六份文里面呢 其中有一份最有据 他是11月10号签 嗯 其他五份是11月11号签 嗯 嗯 就是他那个计划 那一个计划 他们用了台北台北市都市计划 然后里面都啊 地域小段土地使用项目里面翻开来 里面都是金华城提的计划 那整个完人计划嘛 他是11月10号前 嗯 比他签工展的日期还早一天 嗯 那换言之 他是先把那个计划 应该是看完计划以后 先批了以后再把那个公文拿出来批的 嗯 不然你怎么会计划书 他是11月10号批 然后批工展是11月11号批 嗯 然后另外五份都是11月11号 唯一那个计划书是11月10号批的 嗯 早一天批的 那你证明 应该可以证明说 你看 你应该看过吧 嗯 不然你10号看批的这一份 然后你才去回过头来批工展那一份 啊 那六份不是同一天批的哦 那六份不是同一天批的哦 嗯 所以五份同一天批 一天一份是11月10号 那你11月10号为什么刚刚批的 就是金华城那个计划 嗯 那个计划书 然后其他的计划就是你批工展啊 批那个 批给那个松山区行政 就说哎 我要摆在那边工展嘛 批给你嘛 然后什么承勤意见 呃工民啊 什么工展期间承勤意见 要送都委会并案审议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几乎都程序性了 可立夫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些都是他去巩固了 包括土力那一块 就你知道嘛 要讲你名字那一块 你知道嘛 但是从你说 呃 就是积压禁的那个裁定 第一段 他说他觉得你独立 那涉嫌重大 第二段他就直接转 盛货有没有收贿这一段 当然他讲说 这还要看那个 包括检方啊 后面要用证据来累积啊 或什么 可是这个累积出现一个 今天媒体上面报导 柯文哲还记不记得 他讲他们家的钱都是 都会 在处理啦 或什么什么这些 对不对 哎 可是媒体上报导 那法院看 包括手机记录啊 或什么这些 哎 你对所有金流的掌控 或什么东西 如果从那个媒体上报导 金明干练 对他用金明干练 他用金明干练 四个字耶 那换言之就说 呃 柯文哲的意思 对钱的事情都说 呃 我老婆在这个 是啊 那检查官所有的东西拿出来 证实说没有啊 你的账户 你的掌控啊 流程 什么 几乎对你对自己 户头里面的钱的金流 的掌握程度 是用金明干练 四个字形容啊 那换言之 你一直要推给你老婆 好像不用再推了吧 不用再推了吧 然后里面又提到了 啊他当然用了那一个 呃 苗博雅的那一个咨询稿 他是 他是应该是20 2022年的11月11号咨询 2021年11月11号咨询的 前一年 就是我们刚才说他六份文的同一天 隔一年的同一天 苗博雅咨询的时候 他是针对那百分之二十哦 他特别谈容积奖励 容积奖励那百分之二十 他不是跟你广泛的谈八百事哦 他是专门跟你谈百分之二十 那检察官这一次办的就是那百分之二十 嗯嗯 那拿出来就说 你不可能不知道百分之二十啊 容积奖励的是啊 当然 金华城那时候啊 上千 上千 要批公告的时候 他里面也有一个计划细目 啊就批给柯文哲里面的第五点 他有一个计划细目 计划细目里面也写到 容金奖励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加转移转容积率 百分之五十 嗯 然后里面也提到有关绿建筑耐震等 以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制起 那 那个上检算是简单的 嗯 那个上检 我觉得简单的原因是 我计划书已经给你了 嗯 里面包括任 那个任性城市贡献啊 什么智慧城市贡献啊 他在里面的本案计划里面的第五项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嗯 写得很清楚 而且你还是前一天逼 嗯 那你应该都有看过吧 不是 因为 这就是一个工坊吧 法院在过程当中 就用刚才一夫讲的 你连包括账户资金所有的用精明干练四个字 你不可能 而且他觉得你有支配权 所以法院觉得你不太可能 你都精明干练成这个样 你不太可能对于你签的东西 嗯 然后你都不知道 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讲 以士忆夫那时候讲说 签那个公文就是 呃 都法局签 法务局会签 就是要不要和解的那份 3月10号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讲 没有一个首长 说你完全不关心这些个案 结果人家在告诉你上签说 我们觉得不要和解 那让官司打下去 不然会有徒利之嫌 首长一定就是盖个章 过 要不然就签个卢尼过 要不然的话就依法处理过 处审处决 对结果写了个处审处决 然后你告诉我 我完全不关心这个案子 那你知道处审处决 这四个字下去 对承办人来讲 那个内心百转千回啊 我要怎么怎么去处审处决 其实柯文哲要怕的是 如果真的有起诉之后 也来这四个字 如果你批示了 你下面批 如果你一般奴隶 或是盖个章就走 对吧 你批了处审处决 你这个东西到最后 如果我提出证据说 你看他有批素审处决 其实金华城的案 他不是不关系 因为你甚至于说 素审处决 如果你不知道案情 你不知道内容 对啊 你为什么要批素审处决 四个字 对啊 各位觉得我们律师 打官是很辛苦的 我们要准备很多资料的 而且也不是我要素审处决 就素审处决 法官如果不要素审处决 然后对照如果拖 我也没办法 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那四个字 是没意义的词嘛 但是这足以证明 他看过他签嘛 因为素审素决 到最后是法官在决定 实陈 不是市长在决定实陈 因为这个是一路往下发展 是我觉得最早是 从一副更多好 大家在讲这个的时候 说了这份公文 讲了素审素决 然后接下来就出现 明明官司打赢了 结果后来 后来结果后来 谈完以后 给的和解的 给的更多 给到840 你一切都觉得怪 可是你所有这些好 来 君先生 就跟你说话不知道啊 有没有 出来 柯文哲有很多人讲 是不是因为 他嘴巴真的控制不了 造成很多 连旁边的人听完 也会疯掉 所以他讲完不知道 那是第一次 吴宝警回以后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是三四月才知道 所以黄珊珊也要出来讲 没有没有 那就表示没有干预的事 然后黄顾昌也要出来讲 所有人都要这样 而且还有一段事 有人讲说 他的人和会造成 后面很多一些问题 林周明 林清荣 而且这几个对于 这个案子太清楚了 那过程 当你讲完这个以后 你就发现 好 3号说 那个减联是不是就直接密训 林周明 而这几个人 对这整个案子 有人说 那这是杀手级的证人啊 其实 是那个晚上 就无保请回的那个晚上 对 柯文哲就是大嘴巴 照理讲 他的律师应该会劝他 你就赶快离开现场 那 柯文哲还留下来 就发表了他那个谈话 嗯 第一个肯定法官什么什么抵抗压力 抵住压力 第二个 他不说还全国没有人知道 原来 你无保请回的理由 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不是 照理讲我们要等到裁定书 裁定书都还没有人看到 柯文哲已经在那边讲了 他说他这个事情他根本不知道 而且是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看报纸才知道 这引起舆论跨然嘛 那柯文哲的那个样子 他就引起勾起很多人对他的 往事的回忆 所以林周敏就出来了 还有一位曾光宗都记回来 柯文哲自己讲他不知道 这个等于直接挑战了很多人 所以这几天的路易不绝 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都有人出来说他知道 他知道 然后还迸出很多的什么变迁啦 什么什么全部都出来了 更多的资料就出来 这些柯文哲自己惹出来 其实他的律师应该就是 通常就是尊重司法 当然 森查当中都不方便说 结果柯文哲还不知道是 也不知道是什么 还是说看到小早 他就兴奋起来 不清楚啦 但是高院发回更审的理由 就很清楚啦 他说柯文哲是积极介入金华城 对不对 你地院裁定的 第一次裁定的文保请回 说柯文哲不知道 这个要再查明 这部分要没有查明 所以他发回来 就是说你要查明 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后来在更彩的时候 法官问 就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嘛 法官说那我证据 新证据都通通不要进来 我也不看 就是救救了证据嘛 对不对 其实重点在于 检察官没有提出异议 没有反对 检察官也接受 其实我认为这是 表示检察官有信心嘛 我这边就已经一大堆证明 柯文哲知道 因为如果要是照法官的 他裁定的那一块的话 包括林周明 因为如果照媒体上看 林周明应该是在 9月3号左右 那个都不能用了 那个已经是上一次 上一次 是不能用的 林周明的东西不能用 邵修菲的东西 不能用 9月2号也不能用 也就都不能用喔 那对检方来讲 我这几个你都不让我用 我以天剑屠龙刀 你都不让我用 但是他在想没关系 对 他有九阳神功 他还是觉得OK 然后检察官还同意 对 检察官还同意 我这几个你都不让我用 我以天剑屠龙刀 你都不让我用 我以天剑屠龙刀 但是他在想没关系 对 他有九阳神功 他还是觉得OK 然后检察官还同意 对 检察官还同意 我左手让你 我意思就是说 重点在于 检察官没有提出异议 对 柯文哲一定是没有异议 那检察官为什么不提异议 对 对 所以我检察官也知道 我就要证明这一点就好了 我手里面一大堆东西啊 因为你说你柯文哲不知道 这个 这个大概只有 我看你黄告章也不信 不是 就是说这个 这个极不可能嘛 你以后的话 全台湾每个县市长 或每个首长 刮就好做的啊 我就会不会回回 我都不知道啊 而且后来他收要的理由 真的真的就是证明一不断摘嘛 你知道他收要的 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这个图例大概有200亿 这已经是影响社面层面很广 已经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 对 就是说 对 刚才的法官 特别强调 他最后讲的那一段啊 各位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他法官有特别讲说 横租包括被告权益的考量 对 还有社会公益 我讲的话翻成白话了 那个前面被告权益考量 你就不用看了 他就只管社会公益 意思就是说 你这件事 对社会影响太大 太大了啦 所以啊 就这么简单 就说这个已经 这个已经不是一般 一般的 甚至不是一般的贪污案件 这个已经是影响社会层面 非常大 那另外就是 各位刚刚有提到说什么 什么精明干练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证明柯文哲说谎 嗯 不只是他这个进化案件说谎 你连政治现金都骗小草 嗯 你每一笔收入支出 你都管啊 你政治现金 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嗯 那政治现金你知道 之前我们讨论很多嘛 这根本就是柯文哲 你习惯了说谎以外 你根本就是欺骗 坦白讲啊 柯文哲要道歉 应该是这些小草 嗯 民众长干部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 原来柯文哲都是管账 他们钱的事情 他一清二楚 他没有不知道 这是在那个 连法官都看到了 都这么讲嘛 甚至于他个人的 好像是手机资料 还是什么的 都写得很清楚嘛 每一笔账 他在手机里面 他都有看到 他都有管 其实这个就回到了 我们讨论到 柯文哲过去 他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 因为他不一样 他直接把政治人物 过去的一些不好的 他通通点出来 例如跟财团的关系 他说刀叉吃人肉 他那怎么去处理 跟财团的关系 他要求啊 以后他的官员 或者政治人物 应该是跟他比照 行程都透明 就解决嘛 他自己特别这么讲 就后来他发现 原来柯文哲去见财团老板 财团的行程 都是他自己打进去的 他不光看不透明 这人头到尾头 根本都在心里面 然后包括你说去 去逃出影园唱歌 我就讲去逃出影园唱歌 凭良心跳 如果跟你们讲 有机会去逃出影园唱歌 一定有很多人去嘛 一定要去 大家都觉得能够到那地方上 一平六百万耶 要想一下 因为你们政治人物 我会想一下 打个卡也要去 我就跟你讲 因为当你不是把自己的人设 摆在说你骂这个 然后你们财团 什么刀叉吃人肉 你做这些 其实凭良心讲 就像他说的 财团也是市民 他也是人 我跟他就算高倍 我只要没有涉及到 不当的一些事情 也没有什么好态 但问题就是 那整个当初的定调 跟后来发生的事情 会让大家觉得 那个反差 凭良心讲 如果一开始 那时候高家瑜讲说 他是不是有到陶俱园 去唱歌这件事 你注意看 其实高家瑜不是这两天讲的 他大概前几个月 就已经讲出来 然后但是用问号 他只是问说 你有没有吃过饭 有没有唱过歌 在哪里唱的 有没有吃过陶俱园 都用问号 那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讲 那好可怜 陶俱园一瓶多少 六百万 六百万 怎么可能 而且柯文哲 怎么可能他们在那里唱歌 后来 他一出来以后 那个差别很大 那现在好像是 就是不止去一次 唱歌一次 其他可能吃饭 你看他讲话多厉害 冬哲大概 都已经讲好 唱歌就那么一次 還有陶俱园 演员以外 有没有在其他地方 但是这一点 法官也特别提出来 他说你事后还跟 沈静晶 这么好来好去 这个显不合一般 一般我们社会的 可以接受的一个认知 你给这个财团老板 那么多钱 你还跟他私下这么往来 这么热络 你都不怕人说话 瓜田里下 这个最简单的 那同时有一点 去过陶俱园的 只有柯文哲 有多少政治人物去过 现在大家都在培心 都不敢讲话 我请大家看一点 这段期间 为什么国民党异常安静 通通不敢去批评 这个案子 不要乱射箭 我跟你讲 我就讲给你听 國民党的小省也很 不要乱射箭 只有李明贤敢 只有李明贤敢 我认识住Yahoo 我认为李明贤 绝对不会受邀 他也不会去 但是去过陶俱园圆的 沈静晶有个习惯 他这种来宾都有名单 当然 哪一天谁去 所以我不会乱射箭 明显你等着看 各位插画一下 通常剪帘或剪掉搜索 喜欢从当事人秘书那边抄一份 明蛋 明蛋 我想的 那这个就讲到这里 你要继续搜吗 第一个 但我想的比较政治 就是没有柯文哲 柯文哲消失以后的民众党 会变什么样 会到哪里去 当然有人会比我更早想 好像黄柯昌啊 好像黄柯昌啊 他在正早 他在想 老大不在的 好像应该就是老你的天 對不對 那民 而且立法院就已经开业了 那民众党在遇到这个事情以后 那么他在未来 掌权者就不是柯文哲 现在看起来民众党会不会内斗 还是大家一致同意 不过因为这几天的黄昌山表现非常卖力 除了什么事他都一直紧跟着 今天也是他陪陈佩琪 紧跟着在柯代的旁边嘛 所以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会往哪里去 有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民众党接下来用什么动作 去面对柯文哲受害的事情 像这个什么什么 出兵 出兵 要动员群众 动员小草 他们很集结 然后接下来就全国开讲 我就不要再利用这些小草 不要再伤害这些小草 他们在立法院没有用 到土城阿伯才接得到 他们是要到哪里集结 立法院前面 到立法院集结 抗议立委 抗议立委对嘛 抗议立委不对嘛 至少不应该去 台北市政府抗议讲话 资料都讲我们提供的 对不对 来来 民众 民众你会担心吗 接下来这个数据的发展 不来 郡宪委员 好像感觉 你不要讲 此地无印300两 好像你也是检察官 你有参与搜索一样 好像你都看过那些证据 你看过好像说 什么朱雅虎 什么危机小省的账目 我没提到朱雅虎的名字 对啊 所以不要乱预测嘛 我知道没有提到朱雅虎的名字 我先讲一下 刚刚大家讲说 就说 柯文哲签诉审数决 这个我是很有感 为什么很多建商都希望他的容积 包括都跟奖励 包括围老都希望速审速决 为什么 很多建商是拿土地去做融资的 土融跟建融 那个快一天慢一天 差别是利息 那有时候是天文数字很吓人的 所以首长会批速审速决 这个实际上刚刚在讨论说 眼看高楼企 眼看高楼他 十年前柯文哲参选的时候 向市民承诺要公开跟参与 他就公开到哪里啊 所以这个案子 你给建商840% 你威京小省 不是到他家去唱歌而已 大家记得 这案子给840%之后 这个破土动工的时候 柯文哲是去剪彩的 他怎么称赞了 当场还称赞了威京小省 很有创意 甚至金华城以后落成之后 是放大版的陶租影员 柯文哲对陶租影员 怎么那么有心有所属 所以这件问题我觉得查清楚 那是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检调是用 包括用土利罪 现在土利罪确定嘛 说土利 土利威京小省200亿嘛 那等于他200亿是认定840% 560之后到840 这整个过程中违法 等于楼地板面积多了1000多万瓶的话 这换算等于一瓶200万嘛 就多了200亿 所以从560到840都违法 那到底有没有 就说有没有违背职务收索费 那当然是要查对价跟金流 可是他回想一下 560之后被判定有问题了 是监察院今年1月 那时候监察院是纠正台北市政府 可是台北市的都发局1月 那时候都发局的新闻稿是这样 说相关的 就说840的部分 没有违反 有关公益性 事法性跟对价性 是符合都市计划法的 蒋万安市府 这是民众党这次黄国昌 那我们直接点名喔 嗯 蒋万安市府的都发局 有帮他认证 这完全没有违法喔 因为那时候嘛 那时候没有进一步去调查 也没有查出那些卷宗 也没有说相关的公展 也没有阿伯的便当会 那些目前都还没看查 而且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刚才讲的 他们特别讲说那四项 有沒有合一 是法性公益性合一性对价性 第三项叫什么 对价对价性喔 对 他特别讲对价性这些 都完全符合相关法令 也对价性喔 那时候因为没有去调过卷宗嘛 那就可以直接发这样闻吗 那个杜巴局局长也很厉害 杜巴局嘛 杜巴局曾经有是历史参与者 明昌的你这辩护的话 就变成假认说 我不知道 我很负责任的说 我完全不知道 你让我把历史铺成完 你们不要学那个郡县委员 都要乱射箭 我认为啦 当然台南市长 我是支持谢龙健啦 不认谢龙健啦 他们都不会在公文讲 拼速审速决 他也不会出来讲说 我不知道啦 这个是完全鬼扯啦 你知道阿伯最大的问题 他得罪方丈嘛 他得罪方丈 他得罪哪个方丈 不是说得罪方丈 方丈 台北市前市长郝龙斌 你知道 3月的时候报告 台智光案 台智光案 因为陈崇恒 后来被收押嘛 台智光案 因为牵涉的比较广 然后阿伯就跳出来说 这个问题是你们议会勾结财团啦 然后台北市政府有问题啦 然后阿伯还在直播的时候 出来讲说 郝龙斌为什么欠了25年的 不平的条约 还有八万民众 八万人都跳出来 围剿郝龙斌啊 围好就科 或围未就造 那郝龙斌那时候你知道 那时候阿伯跳出来 咬郝龙斌的时候 郝龙斌那时候在国外 在看机关 对 这个我听 我听有人讲过啦 就郝龙斌回来的时候 莫名其妙 我怎么被射箭了 所以有时候不要乱射箭 真的政治人乱射箭 然后郝龙斌回来以后 觉得被射箭 回来就马上 安排媒体专访啊 说奇怪 第一个台志光是你 柯市府给他签的 签的纸约的问题啊 然后郝龙斌又抛出一个 就希望媒体去查 就说金华城这有问题啊 这土力厂商100亿啊 然后郝龙斌消了动员令 郝龙斌讲了公道话之后 台北市议会很多蓝绿议员 不是国民党议员 很多民党议员就开始提案 希望成立台志光调会小组 成立金华城调会小组 所以议会四月底 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就成立金华城台志光 还有那个斐斯科的金华 调会小组 后来去挖了 挖了那么多公文卷宗之后 才知道整个案情不单纯啊 阿伯的便当会啦 阿伯的清签啦 阿伯的速审速决啦 还有包括彭震生的甲章 他说原来阿伯不是不知道 是阿伯一手主导的 才牵扯出这件事情出来 所以政治人物不要乱射箭啦 所以像俊憲这样乱射箭的话 牵扯出来搞不好要牵扯到自己 那你又要给我道歉 如果我不是乱射箭的话 俊憲刚刚讲似乎一有所指 接下来不知道后面 还会再爆出什么样一件事情 但方老师政治学教授 这整件事情一路的发展 我刚讲有很多人说 你看他十年之间 你看他楼起 我不敢说他楼他 可是看到这样子一些 总是深陷领悟 这样一些的状况吧 你会觉得不声唏嘘的 这样的感觉 就连今年1月13号选举完 虽然没有当选总统 但是旗下巴西立委 那个时候蓝绿两大阵营 都还要考试还记得吧 都还要看民众党的脸色 关键少数 可是现在结果后来 一件事情 好不管说是不是得罪了方丈 然后或是说 从他们 他们那个所谓的 那个政治现金 那一本烂账 从那个账 一路开始 烧烧烧烧到现在 变成这样 甚或现在回头去 像那个 因为赵以强 赵以强议员他本身是 金华城加小金华 他这两天也讲说 包括金华城 金华城贷款 OK星光 当然你说 一定是要找银行贷款 我不找这家 我要找别家 就把所有的事情 有人就开始在把所有事情 诶 这个过程当中 跟星光的关系 跟金华城的关系 摆在这个里头谈 可是不管怎么说 对柯文子来讲 不知道三个字 显然是没有办法再用 因为连法官 用字遣词 刚讲到 连精明干练 连你的资料里头 你对所有的账户金融什么东西 就是知之甚强的意思啊 那对柯文哲来讲 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首先就是 很多人说 这礼拜一的时候啊 这个柯文哲被吴宝庆回 那是朱家义法官 很多人对他有点维持 你说你怎么会 让他就这样子 无条件就让他离开了 看起来 所以我们要对主法官 给高度肯定啊 为什么 他是 纵虎归山啊 大家以为是这样吗 不是 他是放长线 叫大家 全台湾这礼拜 都在谈一件事情 就是 柯文子你知道的 大家都猛吃银杏啊 吃银杏 可以让你回归记忆啦 全台湾都在吃银杏 就帮柯文子 恢复他的记忆 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 不要说你不知道 所以你看嘛 昨天这个 吕正业法官就直接就积压 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个 两个半小时 就完成这样的一个庭 我是觉得蛮压抑的 因为速度真的蛮快的 你觉得还要再开他 五六个小时 因为很多 很多节目担心 下礼拜一要谈什么 客户被积压 就没什么可以谈了 所以很多制作单位 现在是蛮忧虑的 大家找新的梗 但是我觉得其实说 今天我在很期待说 陈沛琪为什么会出现在 台北看守所 要去表达妻子 刚讲到啊 他的心跟他更近了 然后总是要送两本书 然后包括表达对他的支持 你在里面 但不要担心 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做妻子的这样 明明知道他已经手压近见了 你的书也送不到 你也看不到 这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因为媒体一定都在那边 都在那边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戏 没有结束原因在哪里 后面的人还在主导 这场戏的发展 你觉得他知道 会有媒体在那 我到那就是要讲一些话 包括我出来讲 商办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再 我帮邱明玉讲一下 小玉一直说 不是他讲的 他是引用中小平的话 因为媒体上都讲邱明玉 什么什么OK 然后你看陈沛琪讲了商办 对 讲了包括那个金流 他去调这个调那个 尤其他讲 你不要把我去ATM存钱的事 跟那个包括我先生的公务行程 包括那什么 有没有什么便当会 你们不要再扯 你对他是刻意要去讲这一段 他今天去讲这个 跟凯文在里面 有没有穿内裤 穿什么衣服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是关心你老公嘛 就你不是讲 那个4300万的商办的事情 你有没有去ATM送钱的事情 这两个有什么关联性 我觉得没有关联性啊 你应该去担心说 我老公今天早上 有没有吃到银丝卷啊 听说早上 早餐是银丝卷 加他奶茶嘛 那你应该是关心 他老公在里面生活状态啊 所以他就在操作嘛 而且旁边还有谁 黄山丹嘛 那我刚刚讲嘛 饿死了骆驼比马大 民众长到立法院 还有巴西立文 是 对黄和尚来讲 过去还要看谁的脸色 还要看柯文哲的脸色 他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对 那个上面是谁 柯文哲 现在没有了 肆无忌惮了 现在可以了 在草原奔驰 柯文哲不在了 被关进去了 那民众党 有没有财产 有啊 光是这次 柯文哲选总统的政党票 一票五十块 就是他不分居立委的 他就有一亿五千两百万 对不对 加上柯文哲这次 他的得票 一票三十块 他说三分之一推出出来 对 也有三千六百九十万 再来 柯文哲选 第一次选市长 他也说他捐助十三分之一 八百五十三万 第二次选市长 二零一八年 票比较少 也有四百九十万 加起来 两亿零两百三十四万 我问你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 当然不可能 放弃这样的权力 黄深山也在抢夺这个权力 所以我觉得双黄之争 现在隐然成形 但是看起来 陈北极是靠到黄深山这边 很清楚了嘛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 武汉还是必须要这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科学家 这个我们的这个 王世纪可以不用高峰弹跳 对 他不用高峰弹跳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用 不用滚丁床 松小平 松小平 对 两个人都变得很开心 他还讲一句 哀惊悟喜 不顺唏嘘 但是还是 菜还是得试啦 跟他讲他还在试菜 刚才这个东豪讲 很多我们这个探监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去四海会客餐 你又有客餐 现在很多人以为 我跟四海会客餐 有什么瓜葛 或者我跟他有什么投资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把你处理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就是蔡壁卢 他到今天为止 还是想相信柯文哲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亦不如如心 人不如旧 看起来蔡壁卢跟柯文哲 一路从台大医院一直以来 MG149的事情 起码柯文哲是 全身而退 但是从黄珊珊 从2019年10月 进入到市府以来 看得出来 黄珊珊 是把那个魔戒 带到柯文哲手上 也是我觉得他跟 沈金金的关系 事实上跟黄珊珊 是有相当紧密的连结 而这个关系 引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柯文哲 今天在看托所里面 没有冷气吹啊 这个也是天气很闷热 我觉得他应该想说 这十年来 应该是悔不当初 当初如果他在台大医院 好好的当医生 可能就没有这一段的问题 可惜他带了这个魔戒的时候 特别是他第二任以后 我觉得旁边没有蔡壁炉 帮他看前看后 就引发的问题 我想他可能这辈子 都要待在牢里面了 OK 范老师评估觉得会是这样 当然我还讲说 因为这个诉讼 连起诉都还没有 好不好 那后面打 但你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后面这条司法路 一定是漫漫长路 贪污制罪条例 我告诉你 一定会打到三审 因为不管判决结果是怎么样 有罪被告一定上诉 无罪检察官一定上诉 一定打到三审 而这个三审之路 在未来对柯必来讲的话 一定就会面临到这些 那当然你会讲说 还没起诉啊 如果被积压禁件 你觉得检察官会被起诉 一定会 因为起诉是检察官的权利 我都去申请积压禁件了 然后我后面没有起诉你 逻辑上太怪 监察院会找上门 是嘛 所以一般来讲 大概不会有的 有国陪的问题 对啊 所以你说检察官就 那起诉完 有没有罪法院判嘛 就大家到法院去打嘛 所以当然你说 还没有那可是 而且起诉不代表有罪 那到最后去判 可是刚才文教俊伟 你听着刚才范老师讲 这两天一直大家在讲 包括刚刚说柯文哲 在后审市的时候 眼睛盯着看着柯文哲 看着那个赖清德 然后包括从上礼拜五哦 记得吗 在搜索的过程 他发表演说 就是执政当局 讲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 他那时候只是说 对于台湾主要在野党主席的家 包括中央党部去搜索 现在应该那个词要换成 对于台湾主要在野党主席 收押禁建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他包括在 在收押禁建这庭 以前就去接受媒体的访问 而且是日媒哦 然后就直接讲说 现在司法已经沦为 政治的工具 然后你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追杀在野党 因为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所以柯文哲出事的话 整个民众党的形象就崩坏了 可是民众党 他还要继续使用 所以他当然 第一个他当然会 最好的理由就是 把他导向为政治迫害 如果是司法事件的话 如果司法 如果他们也承认司法公平审判 那民众党 民众党就以后怎么走下去 他绝对是导向政治迫害 另外重点是 但是这个时候还敢帮柯文哲讲话 每个人心里都有盘算 就好像黄珊珊也跟着 整天跟着那个陈佩琪嘛 黄上出事 他跟着黄后走 这个也是一种表达忠心 就希望小小们你们都要看见哦 所以黄珊珊跟黄后张一定是会 未来会不会再争权 刚刚范老师讲的 这个已经正在发生嘛 如果他们两个强起来 我是比较支持黄后张 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两个都有问题 黄后张现在是庭权当中 那黄后张当时陆民总统 有签一个 也签一个合约嘛 对对对那协议里面 他不参与这个党务 因为隔下是随便得零 会害死政党 所以不能参与党务 类似这样的 有这一条 不参与党务 没有随便得零 没有前面那一段 前面有加弹书耶 我发觉立法委员之间 虽然不同党派 还是有情谊在 你感受的情谊 跟我们感受的不太一样 那蔡秘鲁也没有贤责 蔡秘鲁就不断的放风声 今天柯文哲会沦落如此 就是因为旁边没有蔡秘鲁 这都他讲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人已经刀光剑了 可见其实民众党的剩余价值 还是非常高 我不断强调 除了他有总统选票的门票以外 一年两亿的政党补助款等等 至少八席立委 只是啦 现在当然黄国珊跟黄珊珊 比较占便宜 因为他们这个党是内造化 他的实力是那八席立委 他们本身是立委嘛 所以蔡秘鲁就会比较 就算他当了党主席 但也指挥不了党团 那这个党主席也是空壳 看起来就是黄珊珊跟黄国珊 两个在抢托 蔡秘鲁就会比较 就算他当了党主席 但也指挥不了党团 那这个党主席也是空壳 看起来就是黄珊珊跟黄国珊 两个在抢托 至于未来会如何 如果抢不赢 黄珊珊可能就退一步嘛 不然就推主席夫人来站带 这也是一步啊 反正我认为接下来的就是 也上演的就是民众党的夺权大戏 这个是绝对必然 那至于柯文哲的官司啊 现在当然大家都很关心嘛 可是今天告诉我们 你到最后的话 慢慢的就是看 检察官会不会提審 会不会来征讯他或干嘛 其实在所谓的耕材的财定书里面 他就有写到 他写到大概就是 他到底柯文哲是 所谓的土利而已 或者是有收 未被植物的收费 这个罪是差很大的 所以基本上 其实柯文哲应该是要 好好的准备去面对 面对他的官司 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 大家一定会想 創下 包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李文哲要讲说 不是 那个木可 你们一天到晚在追木可 木可不是我的好不好 那真正的实际上 负责人是李文中 可是还是有人怀疑 真的是李文中吗 包括木可 为什么在这个整个 大家在查的过程 还记得第一次开提 然后有消息传出来 然后包括柯文哲 律师也讲说 不是 你说要查金华城 你一直在那边问木可 你到底要问什么嘛 那现在大家就在讲说 检方是不是包括金华城 包括木可 这些所有的金流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人 为什么中小平 在这时候要讲一个 包括商办的问题 他甚或 好啦 他自己查的资料 他揣测 他怀疑 会不会有说 那个人如果真的是 是金华城相关一些人 的房子的话 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假买卖的一些问题 陈佩琴今天出来 你有沒有听到 他还特别解释 那个什么屋主是个七十几岁 七十几岁 然后讲说他 陈佩琴只负责签 就是签合约 所以他有看到 那也不是 你们讲的 你们不要再描述 这些所有的流窜 其实讲白一点 就是回到 那个这一次 积压的那个法官的那个 第一个 涂利他觉得涉嫌重大 但是到底有没有 收贿 有没有什么 可能就把所有的金流 要全部章起来吗 基本上呢 其实今年度2024年 人伦的最苦苦角 就叫做李文中 你看他跟着柯文哲这么久了 我悟信他20年 50年 同学也 世人不明 世人不明 悟信50年的同学 人生到现在 我们也都知道 同学和兄弟姐妹 结果没想到 连妹妹都说 我不是木可的实习负责人 我只是我哥的人头 所以现在真的是 人生最苦者 李文中也 对不对 你看同学和妹妹 但是他当然 现在就是200万交保 带了电子脚镣 那其实你回去的话 他以前当过办公室主任 所以其实 木可这里面的钱 这里面的一些金流 或者是 其实你就是他在前面讲的 越来越 这个相当开始形成轮廓的 其实是那个 我讲的白色蜘蛛网 因为不管你说是 审信金的 中工的 星光的 这所谓的五大案 那中间 其实你要定到 他有收费 这个时候就不是 知不知道的问题 这是一笔钱的问题 而这个钱的问题 包含选举过程中 后面买房子 所以为什么大家 会去租雅谷 或者什么城什么什么的 都是这群人最后就是 会不会就讲的是 命运的纠葛 或者那个利益的纠缠 最后会 如果这个第二起诉书出来 检察官要做了一件事情 找到一个起点 然后把那个顺藤摸瓜 画出了一个关系图 流量图 所以变成是李文中 这个钱 包含是选举里面的经费 看起来检察官是针对李文中 对啊 双翔 我刚才范老师讲说 为什么陈佩奇今天要出现在 竹城看守所前面 因为 我 好啦 讲白一点 我不太相信 珊珊她没有跟她讲说 就你那个也没办法直接送 因为大家都当律师都知道 你那些东西也不可能 直接那样送进去 可是你总要有个明目去那个地方 我总是要去送或什么 为什么她要出现在那 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像这样 昨天的新闻讯息说 根据全方生压的市政 沈静静一次用来行贿 印象我的款项 有部分去向不明 一次分配给其他被告 这个时候 柯文哲的妻子跟子女名下账户 有不明来源资金 这一块 我的意思说 所以你们发现 今天陈佩奇 在储存看守所前面 他等于是在告诉你 我的所有的金流那些东西 你们不要在那边 再继续讲说 那时候一百七十万七百万 接下来是什么千万不明款项 然后到了昨天被羁押 境界就出来讲说 是不是有不明资金 流入其他账户 陈佩林某种 他把这些东西交代得这么清楚 是不是就要告诉你们说 我冤枉 我没有啊 我就算去ATM存钱 为什么 我是名人 我去名人到柜台去 每次去办 可能也会觉得 人家要特别理喻 你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才用ATM 这一段话 会不会是包括我相信啦 他们律师或是讲说 要扯到妻儿账户 全部都扯进去 那会不会 就一家子 连带株连吗 所以你赶快出来 告诉大家 不要再野儿传合 没有这回事 会不会是他今天去的最主要目的 他的目的 其实还是刚刚讲的 动员最后的小草 这个东西就是 他现在只能一条路嘛 因为其实坦白讲 不用扣你的存折 嗯 那个直接从银行 就拿到鸡流了嘛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是最后 突然哪一天又传唤谁 甚至是说 因为前面还有那个制瑶公司嘛 嗯 对不对 不要他儿子从日本 儿子也被传进去了 那他们家里的压力 会有多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东西是检察官在掌控的 你也不知道检察官的进度 你也不知道检察官怎么做 可是如果这个情绪下去 尤其是前几天的时候 全民发起 证明柯文哲知道运动 嗯 他就最后果然知道 嗯 那现在接下来一定是 我相信钟小平这些 一定有很多的时候 会全民发起 证明金流他们知道什么事 嗯 那如果一直在堆堆堆堆堆 小草会溃散 那现在这个时候 至少我先讲啊 那我先讲的时候 检察官和将来法官相不相信 那是一回事 那是一回事 情势要给他创造出来 就是最起码小草这些人 我的支持群众知道 没有不明金流流到妻儿账户 好不好 不要把我们全家株连进去 那柯文哲是清白的 他是清廉的 他没有拿任何钱 也没有涂一任何东西 好歹这些词出来 他用下方法 我先塑造啊 那如果突然传了 株连九族 余千都没有这样 对不对 就有人可以讲话了嘛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政治情势上的一个工坊嘛 然后在工坊里面 那当然是在这种工坊里面 对不对 我相信黄珊珊是律师 也知道很多东西嘛 但是你要说 现在有个主系叫做什么 就是雍正王朝和真黄段 主角都叫雍正 但是有一个是八王夺敌嘛 有个人在上串下调嘛 八王要亲政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西 那个西山大营什么 都在掌控了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是 啊 环环珍爱我 你看环环对皇后多么的好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 那他们其实在动员什么 其实现在也不是未来 他们能怎么样 坦白讲 现在叫做 剩余价值的分一杯羹 剩余价值的分一杯羹 是什么意思 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挺柯文哲 因为只能这样子的话 在将来必须发生党主席的时候 只有他们有投票权啊 只有他们这些小草有投票权啊 每个人这个时候都不能对不起柯文哲 那是党权的铺陈 那党权铺陈完毕之后 接下来就是 我的那个丁子户 丁子户是可以哄抬价格的 我拿到了这个民众党 真正的后柯文哲后的民众党 我是丁子户 我有巴西 我有那张门票 就算你们两党不买 后面有没有人还想买 那个东西叫做丁子户的争夺战 怎么样 柯文哲最多最多 就是压四个月了 二加二 我已经把严压算进去了 我已经把严压算进去了 他讲的是在正常的过程当中 就如果起诉的话就看法 四个月就还没起诉 他也会后保 那包括陈沛群今天去北索 我觉得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这种遇到官司 这种积压境界 这种这么大的贪图案件 政治人物的应变 不会是在积压之后才开始 从9月2号到黄山申家里面就开始 那问题是在于说 陈沛群讲解释说 他这个金流 他们总是为德不足 因为 现在已经有这张出来了 合约 你看到两个层叉叉叉就是 原无阻 开始出来了 开始有些东西出来了 不晓得是哪一边流出来的 也许是 柯这边的人放出来的 合约照到底就有当事人才有 当然 那这个为什么叫为德不足 这上面一排 买卖价款 总金额怎么就有61万8千7百元 很怪嘛 这应该同一半 申请登记以外之约定事项 然后后面这个一个盖章 好 那我只是用这个作为举例 开始会一定会工房 政治的工房司法的工房 像这种事情一定会有一个主控者 以前我所看过的人 主控者会是主导律师 可是柯文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的 尤其像这种市长级 选过总统的人 他的主控权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律师 就黄珊珊的角色就很特别 我的看法是 他跟黄国珊在这个阶段 是某种程度分工 黄国珊去搞群众那一块 黄珊珊主导的是司法这一块 那你出来讲 当你要出来讲说 就是意思你在讲说 透过网银 透过银行转账 就是表示说我的钱的来源是没有问题的 很好证明 因为 你给郑珊源律师 你要有武器啊 两次的鸡鸭亭 如果你连你的交易 合约 付款 比如说我可能银行存折里面 或者什么方式 我如果都没有准备给郑珊源 郑珊源当庭怎么跟检察官对抗 就看到做了那么多动作来讲 最简单最基础的那个交易的方式 如果是银行转账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认为商办的那件事情 最单纯 是全世界最单纯最好解决的 也就是说当检方如果拿这个当攻击的证物或武器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这样 好好好 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 来 来就这 付款证明嘛 就是这样 好这边到这边 好不好结束 还有没有东西 麻烦拿别的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律师时间很宝贵好不好 因为检察官要怎么反驳 检察官要怎么反驳 检察官会无法挑战这一点 因为检察官可以 不是要搜索你扣名的存折 才能够取得 银行账户的后面的金流 这笔钱来源是 选举补助馆从党部转账过来的 还是用不明的来源 在后面 同样家里的账户 因为那个 只要你的银行总归户一出来 就知道你开过多少银行账户 好 我现在讲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 有经验的律师都知道该怎么供房的 可是在 在两次的家庭里面 他们有没有拿出来 有没有给律师 律师有这东西不会不用 律师可以用的东西 我如果可以抓住检察官 你的疏忽 我一定拿去群众大会上 告诉所有的小草 我有这个 但是检察官不采信 你想想看 那个反作用力有多大 可是你不拿出来 一直不拿出来 为什么 你只会让那个疑问扩大 那包括陈必讲说 哭是真的 没有他没有哭啊 他没有哭啊 哽咽 这件事我也不懂 因为哭是媒体上讲是林国成 林国成说 因为大家问说 陈必吉现在状况是什么 他有讲到陈必吉一直哭 他又一直哭 但陈必吉那个人说 我没有哭 哭不哭这件事情 为什么也会变成两件事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我看他的表情像哽咽 至少今天早上那个像哽咽 那个表情不会骗人 可是所有现在让你我们看得到的 当然都是策略御用 可是核心问题还是在那里 最简单的事情 稍微证明一下就好了 我对我讲很重点就是说 现在柯文哲身边的律师 最麻烦的是 不知道什么是真实 因为柯文哲没有 我律师帮你庙护 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 当然 要不然我们去律见 然后又发指去律运要干嘛 这个问题是 柯文哲永远不把他 全部的东西告诉他的律师 所以律师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帮他辩护 因为我帮他辩护完 又东西跑出来了 那我怎么办 我变成250了 这次被人说 柯文哲他什么东西 他都要藏 不止一手两手三手 那这被人说律师 怎么去跟讲 柯文哲老师 到了这个节骨眼 应该要把所有东西 都让你的律师知道吧 柯文哲可能有心理阴影 同学都悟信了50年 律师才累死时间 还有会计师 你看今天 今天这个 陳佩奇到了 这个台北看桌所 他在讲那4300万的房子 大家最关心的是一件事情 你们的交易过程 你的钱怎么给他的 你告诉我嘛 你搞金融告诉我 如果你去ATM 你汇款记录告诉我嘛 CN300万也不多啊 拿几笔 什么时候汇过去 现在大家最麻烦 他只告诉你 我跟一个老人签约 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今天很多东西 是跟大家一般的生活日常 大家不能够接受 第一个你要买一个商办 你为什么那么快就决定了 然后你说这个人 这个屋主他要移民 后来也没 在中小平提报没有移民啊 然后呢也没有经过仲介 在那附近的仲介 都很生气 这个案子我为什么不知道 任何要卖房子 你一定要贴一个 你知道自己卖 可以写一个自售 贴一个标签 贴一个红字条 完全没有 大家觉得不可逻辑嘛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要靠中介 因为有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人 如果我卖家有麻烦 补充一下他是有中介啦 有性房屋啦 有啦有啦 他们公布了 这是他们公布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过程是说 没有中介 第一开始说没有中介 但是你要完整 你不要留下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那边给他搞清楚 本来4300 为什么跑出一个总价这个东西 我想这个都是为德不足 可是范老师 如果你刚刚要讲 好我们就换一个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会有谁 这么大辣辣到 如果说这件事情跟金华城的 所谓的不法金流有关系 或什么 我大辣到摆在我自己的名下 给你们大家说 因为房屋不动产是最好查的嘛 谁会大辣辣这样啊 你告诉我 各位以前看过这么多的案子 如果真的有任何包括行贿 或是后限或所有这些的话 哪一个不是现金 管他是藏水管的啦 藏哪里啦 这所有这些东西 或者换成钻石啊 不管 反正意思就是 你不容易去证明你也找不到的 房子登记到 谁会这么250 这样干的啊 这合理吧 没有人会这样干啊 所以 而且 你没有证明 就算我现在还没有把金流 告诉你们 可是你也没有证据证明 我就这样 对 反正我就给检察官了 可以吗 我为什么要给范世平 我觉得现在 就是那个 你看李文中 他本来是物保勤回嘛 对 结果他这个 现在是200万 而且是这个案子 木核案子里面 目前交保金额更高的 比他的妹妹 150 150还要高 200万嘛 而且带电子脚料 像有三个人在带电子脚料 我觉得检察官现在是 那个宗主现在是怎样 就是把这几个案子 全部一起放在一起看 他把金流一起串子看 因为本来大家说 宗主办这个案子 办这个这个 这个元雄案子 然后艾祖可能办的是其他的 这个北斯科的案子 不同的案子 竟然是把他全部 稀里糊涂把它放在一起 就可以看苏金流了 这不叫稀里糊涂啊 那是口头 把他全部 非常绵密 从绵密 从总体官 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见数不见零嘛 现在是见数又见零 不过这整件事情 易甫 柯文哲讲过一句话 国内政治人物 能够跌下去再往上爬的 鲜少 他是其中有的 然后大家有人 现在就回头讲 是啊 2014如日中天 后来 其实他的声势是往下 然后是大运 但是最明显的一块是 当他后来又爬到 2018再起来的时候 后来本门会 他跟小英之间的本门会 所有的这些历利在目 让大家一路干 用活化石的角度 你觉得你看柯文哲 尤其在未来 你觉得他的政治入文 2014年他跟民进党合作 拿下50几%的选票 打败连胜文当选市长 其实在那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2016年一日双塔 那一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哎那个时候 连小英的风头都被他盖过去 对 然后所有的民进党那些 立委参选人 他到哪里都跑去合照干什么 都骑着脚 而且要骑脚的车 然后去滨海公路等他 如果那时候外国人来这边 会认为是参与文选总统 还是柯文哲 还是谁在选总统 是柯文哲 可能认为他是 你们最强的候选人 在骑假踏车吧 你看当时的绅士 那当然2018年 党内产生不同的意见 推移姚文志 那柯文哲当选以后 其实照就跟蔡英文 在火车站旁边那个北门 那个邮政那边见面 因为2018年民进党 那一次的选战 基本上 选的算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不只台北市 整体都不好 而且小英那个时候的民调 平常讲 那时候民调基本上 那时候我记得 我记得我们都在说 他要连任 要有奇迹出现 有没有 好 这时候 那时候 几乎 我们在看那个全部的 露营什么时候 几乎没有看到柯文哲 乔蔡英文正言一言 那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吧 乔都不乔一言吧 然后蔡英文讲话 就一直看着柯文哲 一直看着柯文哲 到最后 好像小英拿了一个词条 给柯文哲看 然后柯文哲稍微笑了一下 就木料拿给他说 媒体在问你们 怎么都没互动 唯一就那一次啊 你看他那时候气势 再讲一个啊 当初 小英的幕僚 为了这个见面 其实是有去市府 拜会这个柯文哲的幕僚 那幕僚 刚好姓李 200万交保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见了 安排了 刚好姓李 刚好200万交保 听说 那个200万交保 第一句话说 怎样 来求和啦 真的吗 哈 这是当时去见 当事人在一个饭局里面 讲出来说 啊怎么样 你们要来求和了 哇 因为他们对 对小英后来支持 姚文哲事情 极度不爽 嗯 所以看得出来 嗯 看得出来 当时大家的气势高低强弱 高低强弱 哇 哈 你蔡英文的2018年 民进党 县市首长大选 拜 拜 你的气势几乎是跌到谷底 我是跟你们民进党 你们在夹杀我的时候 我是把你们 还有继续连任的 嗯 那当时那是何等气势 今天我要不要接见 蔡英文 对 何等气势啊 2018年是 会谈是 哇 那个影像我记得 我们当时都在看直播嘛 对 嗯 不然就抓头干什么 真眼都不瞧蔡英文一眼 那个那个表情 他很少抓头 那是大部分都这样 那个表情的OS 感觉上就是 叫我来这干嘛呢 啊 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 坐在这 你看当时的气势 2018年 到2020年那时候 郭台平 柯文哲 那时候要不要选 那时候又串在那边 那时候第一次 一直到2024年选369万票 其实以他的声势拿369万票 并不算差啊 嗯 并不算差啊 两大党之下369万 并不算差 当然 并不算差 当画风一转 政治现金啊 十千三百万商办 再加上 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在政治史上 逐渐要过去的人 哦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今天才在跟陈冬老聊点说什么 我就是一个在政治史上 逐渐要过去的人 好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今天才在跟陈冬老聊天说什么 然後我跟幾個年輕人2024年投票前會討論 20幾歲年輕人會去討論 支持柯P怎麼樣怎麼樣說啊你看綠的能支持嗎 藍的投不下去啊支持柯文哲 這一次問他說 哎 柯文哲被羈押新聞看到 他是因為什麼案羈押 我也傻了 這麼不關心啊對 然後我說進化成案 進化成案到底出了什麼事啊 我說你們都沒有討論嗎 他說討論幹嘛 說中共投票選完了 他被羈押就被羈押啊 不影響我們生活啊 這麼重視他幹什麼 他說那就是那一時間的選擇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有些當時在投票給柯文哲的那一種心態 跟現在投完就算了那一種心態 如果這種的比例在369萬里面的一部分 如果再加上一些對他的信任度 折扣度對他的青年度對他的跟財團的甘息 再走掉一塊 一路一路走掉一塊 其他還剩多少 然後再提一下 陳美琦出來在解釋那些帳戶的時候他有沒有解釋他跟他兒子 女兒之間的帳戶問題 沒有啊 沒有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各位還記得5月16號製搖公司成立嗎 我兒子自己走進銀行開戶 有露營貸危陣怎麼樣 開戶 那幾年前你跟你兒子在會來會去是會哪個帳戶 會哪個帳戶 原來 早就有帳戶了 但是你看他那一次解釋的時候 開戶的時候有電視錄影帶要本人去調怎麼樣怎麼樣 突然很納悶 講得好像他兒子沒戶頭才開戶 檢察官裡面好幾個戶頭 有戶頭 有戶頭 他講的會不會是說開公司戶 開公司 開公司要單獨另外 要負責人 我覺得他講的是 可是 一夫剛講的是因為 當媒體上面出來那個訊息說什麼 前進的什麼妻兒帳戶這些 那到底陳美琦今天確實沒有提到這一部分 對而這部分是在昨天媒體出來 但你可以確定 今天為什麼要出來面對媒體 盛禍意在雄外講的這一塊 我想也是要去釐清中間的一段 可是剛才一夫講的過程中間提到的 對那個就是 柯文哲的那個幕僚 剛好姓李然後剛好兩百萬交保 那 明顯 你也剛好姓李 不是我啦 你沒有交保 還被約談啦 真的 但明顯 我們這邊來看 第一個大家一定會問說 接下來因為 開議嘛 藍白之間當柯文的主席被收押 國民黨出來發了一個聲明 講的是說希望檢調依照事實犯難啦 或什麼這些 那你們未來跟民主黨之間的合作 包括藍白之間 不管是國會或是地方 你們之間未來的合作會怎麼樣 我插一句 剛才一夫講的那個 因為我看到這一則我覺得 就是那位 信裡的兩百萬交保那個幕僚 林中銘這兩天不是出來講的一些過程 包括講到大巨蛋 是林中銘自己在媒體上面講說 那位幕僚 直接對著他 對著他吼 甚或叫他更改會議記錄 我的意思是說 然後政風處後來調查說 這個都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那時候柯P是市長 這個案子要不要再查一下 請問一下 那個時候政風處 查 因為柯P當市長 我不知道他們查的資料 也許都查進了 也許真的就是沒有任何 包括利益糾梗或什麼 但是 你可以想像有一個辦公室主任 可以這麼大聲的 這麼有底氣的 你覺得是那位信裡的 兩百萬交保幕僚自己的底氣嗎 還是誰給他的底氣 要不要查 沒有啦 剛剛五個已經提出來是柯文哲辦公室主任嘛 那時候市長辦公室主任叫李文中嘛 後來他調到北捷當董事長 就說 大巨蛋 後來林周明是因為大巨蛋然後離開了 跟柯文哲關係鬧翻嘛 所以整個過程中就說 林周明講的 我覺得至少這部分要移送台北市要移送政風 然後最後要移送檢 到底有沒有查有沒有 那個有沒有做偽證或相關 修改會議紀錄 因為畢竟你可以大剌剌的叫 還有 不是只有兩個人在 你可以大剌剌的在其他人面前說 你給我改會議紀錄 因為李文中爭議的事情太多了 包括 雖然是後來是2018才到議會 可是因為相關聽了傳聞 李文中在從台北 柯文哲辦公室主任到北捷過程中相關的爭議 我剛講的重點不是單純在李文中 我的意思說誰給他這麼大的底氣 而且陣風是幫忙掩飾 他可以這麼大的底氣到底是誰 這不是柯文哲講說 世人不明50年的同學 李文中從柯文哲辦公室主任擔任是什麼 他有辦法操作辦公室主任 大主座的跟局處首長大小聲 背後他的底氣一定是他的老闆給他的底氣啊 所以他行使的不是他個人的意志 我認為多數還是柯文哲的意志 柯文哲沒有挺他 李文中怎麼幹 所以這件事情我任何要釐清 至於說 藍白合作是這樣子 剛剛范老師提到 受死的落頭比馬大 不論是馬或落頭 對柯文哲來講 國民黨始終還是要合作啦 可是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 什麼叫程度上的差別 昨天剛剛進來的時候創下 一來問我說 柯文哲創造藍綠共識 柯文哲被收押之後藍綠都很高興 綠的高興沒有問題 可是藍的不見得 藍的繁衍兩極喔 昨天收押5點多收押的時候 我的群組一直跳出來 很爽的很多 我們藍軍群組 支持者基層啊 很爽的很多 可是還是有人 比較報紙 這會不會是政治追殺啊 民進黨是不是在追殺 還是有還是比例上有報紙 藍營的人昨天在節目裡面 有來賓提到說 藍營的人也有擔心說 這會不會是真的對整個在野黨 柯文哲只是前面 先被追殺 國民黨後輩也會 你們有人擔心 對啊有遇到也有人提醒啊 譬如說最近有餐序有人提醒 包括英文明代的餐序 也有朋友來 他們提醒說 你們歷書在找 你們找律師團找好 特別要找好的律師喔 特別像武科總律師要找好的律師 準備要挨告了 接下來就你們了 我讓姑且聽之老怕後續 只是說黨中央立場上 黨中央對柯文哲的這個案子說 希望期待司法依事實證據爭辦 可是讓政治人物土利的部分 看一下喔 楊文科當時候是被土利的時候 被收押了 後來被交保 黨中央的聲明稿是說 相信楊文科的操守跟能力 希望配合檢調捍衛司法清白 捍衛他的清白 林芝廟當初土利的時候 黨中央包括 朱立人士出來講說 司法是捍衛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 不要輪為 政治操弄的工具啊 程度上有差異啊 所以包括 你有沒有不同人的血嘛 不然一樣啦 對柯文哲來講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黨中央不批評 不介入 不干預包括明天他們要 包括立法院要動員要開講 老實講黨中央不會動員去參與啦 如果有自行要去參與的 那當然個人行為 所以這份黨中央立場是冷處理不批評不參與 那也支持 精神上全力支持 柯文哲捍衛他的清白 不介入不干預 不介入不干預包括明天他們要 包括立法院要動員要開講 老實講黨中央不會動員去參與啦 如果有自行要去參與的那當然個人行為 所以這份黨中央立場是冷處理不批評不參與 那也支持 精神上全力支持柯文哲捍衛他的清白 OK怎麼樣 其實國民黨我至少很確定的講 因為我老人家10點就睡覺 我昨天11點50多分 又被一個絕對跟黨中央很接近的人 打了電話問 憂喜慘敗 國民黨憂喜慘敗 憂喜啦沒有那個喜啦 你喜好像我們幸災樂禍一樣 喜是什麼喜 就是現在這個局面之下 八行民眾黨 不用再擔心民進黨笑他們是小蘭 他們一定站在國民黨這邊 一定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對啊 所以如果是 跟好跟國民黨一致的時候 國民黨基本票 就是61席了 但是 八席拼命亂衝 又是黃國昌主導 如果衝的不是國民黨要的 是跟社會的整個 很多東西國民黨跟不跟 國民黨跟也 不跟也會被出征 所以國民黨其實很擔心的是 現在這個整個讓另外一個他們更擔心的是 至少在國民黨立院黨團的負責人 甚至的那個判斷力 不要亂跟 所以其實國民黨現在對於這個 民眾黨絕對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而且在八席 就算有人後面可能有出事 反正有人地補嘛 對不對 那八席 會變成是一個 國民黨不能控制的因素 而這控 不能控制因素之下 那洗的時候如果是剛好比如說 司法院副院長的人選 那個符合國民黨 那個他們就跟了 但是 要廢掉監察院呢 要凍結監察院的預算 國民黨跟不跟 所以其實現在國民黨 雖然是第一大在野黨 但是現在的主導性 其實他們很擔心 那第二個他們更擔心的 也不是說請律師啦 而是 如果真的上窮壁落下黃泉 這樣一個查法 他們最有可能希望的2028的 那個候選人 他的家屬 你是在台中嗎 沒有經過這麼嚴厲的 檢視過撐得住撐不住 他們其實很擔心 我今天其實最期待是看到 他要小心啊 為什麼 還記得嗎 7月12號 他那時候在立法院 發了60分 黑糖饅頭 我就知道 你要問這個 對啊他那時候因為前一天 那個鄭文燦被收押 他今天應該出來發 那個銀絲捲跟奶茶 今天早餐是這樣 他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 小心今天為什麼沒有跟 這事情 所以我覺得藍白之間現在 還在 合眾連橫 不曉得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看起來國民黨現在對 所以柯文哲還是相對是比較寬容的 尤其在立法院這一塊 對 因為市議會 你可以看得到市議會的一些員 不管像小平啦 又是位啦或什麼 其實追案子追的還是很緊 柯文哲出示 容積是公共財啊 柯文哲出示 黃珊珊也不行了 也被捲入了 忘安已經安了啦 所以你看這次那個民眾黨 提出廢監院廢考院 國民黨沒有跟啊 所以我覺得很多 那個蜜月起也過了 那接下來到底民眾黨要聽誰的 因為柯文哲被收押了 那你說聽黃國昌嗎 黃國昌可以主導一切嗎 也未必啊 那我就覺得柯文哲這件事情 其實讓我們證明一件事就是說 政治還是專業的 我覺得台灣很多人認為說 政治誰不能談 對不對 你去問誰就會談政治 你去問那個 金城車大哥 談政治 非常好 最厲害的 對 可是政治其實是真的很專業 我覺得柯文哲他一直認為 他是鄙視政治的 他覺得我 157 對157 你們這些政治 他說台灣第一人才是唸醫學院 第二人才唸工學院 第三人才唸 這個 你幹嘛逼我這 政治學 法學 你幹嘛逼我這 對我們社會科學 第三者 可是我必要講 政治真的是專業 我覺得柯文哲太輕忽這一點 所以他聰明反背 聰明誤 不只他 包含郭台銘 其實重點不在聰明 是詞感問題 一個人自我詞感到底有多高 對所以我覺得今天證明這件事就是政治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來 我覺得第一個 報這個料的都是國民黨 有數位啊 每天都丟新資料 民進黨哪拉得到 資料都在講完的是政府 那誰去告 中小平去告嘛 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另外一邊也有一堆人就保持沉默 然後把 讓 把罪過推給民進黨 國民黨的這個策略 基本上盤算的是2028 如果柯文哲沒有參選 那這個也是某種程度的藍白 或者說沒有 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以後的總統大選會是什麼樣狀態 這個選票會流到哪裡去 那如果盤算是流到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心裡當然會很高興 另外 這柯文哲的事情國際上有很多媒體都有報導 國際媒體報導 大家都寫一些司法的事情 那只有一個 一個國際媒體就中國的官媒 中共的官媒今天總算定調說這個是 政治迫害 講得完全跟黃口昌一樣 中共批評政治迫害 就跟希特勒批評說不可以侵略別人國家一樣 中共敢批評別人有政治迫害 而且他講的調性 就完全就是符合 現在柯文哲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這些人的講法 那至於一般選民 選民買不買單 那你就看後面 不過即將開始 確實 那 我認為藍白河在新的 在國會的新會不會改變 當然 因為對他們都有 他們現在白銀一定恨你們恨到爆 對 就是說 就他們 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是國民黨先害他們 對 呵呵呵 但目前的核對他們兩個是有利 只是 民眾黨 那誰代理黨主席 OK 這個才是一個好戲 這整個案子 柯文哲主席的律師如果要提抗告以後 接下來高院會怎麼樣才 長期看節目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如果要是發揮的話就再來一次 如果駁回的話 那對柯主席來講的話 恐怕在看守所裡面 因為接押一起兩個月 可以延 當然 也要看檢方什麼樣一些起訴 可是這整個案子 尤其對政壇 包括很多政壇一些人物在看的時候 自己內心裡面 有什麼樣一些想法 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國內未來到底怎麼樣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的收看 希望朋友們這邊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我們下週見